台北大巨蛋第一場國際賽事 雅錦賽開幕戰外界高度關注 請王冠芝先生投出 賽前找了拳雷打王王貞智 開出第一球見證歷史 比賽當天更創造多個第一次 姐姐謝景彥成為第一位 登上大巨蛋K唱的歌手 專屬的姐姐戰車進場 氣氛瞬間炒熱 接下來更是重頭戲中寒大戰 在二局下半場中華隊林辰飛 率先敲出大巨蛋首支安打 全場瞬間沸騰 三局下半隊長拿莫一樣 二雷安打帶動攻勢 接續打手串聯攻下第一分 新生代王牌徐若曦 找出七局50分好投 狂標10K寫下歷史 大巨蛋首戰中華隊4比0 in韓國 收下漂亮勝利 全場嗨到最高點 不過緊接著迎來交通考驗 中華隊加油 一萬七千多人 晚間八點半開始散場 台北捷運更是嚴陣以待 工作人員紅黑香肩的特製球衣 除了應援效果 更是醒目地疏散 動向指標 北捷加派球場疏導工作人員 還有車局加密 2.5分鐘一班 更在國父紀念館站 隨時加派空車 25分鐘消化人潮 本來預計差不多30到45分鐘 其實我們觀察了 大家的一個秩序 都還滿顯然有序的 加上我們空車輸運 這個策略也有奏效 晚間更有旅客經過 發出疑惑 為什麼這麼空曠超高的效率 引起討論 也為這場大巨蛋首戰 劃下完美句點 這有周先前王一廷 台北報導